大家好,我是小广,我现在是在北京 这条街就是北京的雍和宫大街 马路对面,这就是雍和宫的地铁站站口 这集视频咱们就去探寻一下 曾经乾隆皇帝的三儿子永章的王府如今是什么样子 这座王府就在北京的方家胡同内 现在马路对面咱们看到的就是北京雍和宫的一个景区入口 在康熙33年,康熙皇帝再次见到府邸 后面因为赐予他的四儿子印珍,所以改成了雍亲王府 到了雍正皇帝继位之后,就将这座王府改为兴宫,称为雍和宫 后来的乾隆皇帝也诞生于此 所以这座雍和宫是出了两位皇帝,成为了隆遣府邸 现在我也是走到了北京的方家胡同 咱们现在进入这个胡同内看一看 这方家胡同为东西走向,是元朝修建大都市所批 至于这方家是谁不是特别确定 仅仅知道他是明朝家境初期之前的人 先王皇帝三儿子永章的王府就在这个方家胡同的13号15号 现在咱们先来看一看方家胡同的15号院,在大门的两侧是各有一尊诗诗 门上是有两个牌匾,里面的这个牌匾写着寻郡王府 这就是曾经乾隆皇帝三儿子永章的王府 而在这个牌匾上面还有一个牌匾写着方家胡同小学 现在这个经历过改名改建的寻郡王府,如今已经被分成两半 但是从整体气派的大门来讲,也是足以彰显曾经主人的身份 这个永章是在去世之后被追封为寻郡王,所以这里叫做寻郡王府 然后现在咱们再走到方家胡同的13号院来看一看 刚才我们看到的15号院是王府的正院,也是西院 现在是方家胡同小学的一部分 现在咱们看到的13号院,也就是王府的东院,是曾经王府的生活区 这也是等级非常高的广量大门 门前还有一对曝谷型的门墩 在以前没有功名的人家是禁止使用这种曝谷型的门墩 更不能雕狮子 现在我们就进入这座距今200多年前的郡王府来里面看一看 刚一进门就有一个一字隐蔽 这里就属于王府的一禁院 整个院子是一座四斤的四合院 这里虽然是叫寻郡王府 但是却是按贝勒夫级别修建的府邸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还要说起是在乾隆13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在这一年,当时乾隆皇帝的皇后孝先纯皇后去世了 乾隆皇帝自然是十分的悲痛 但是他的儿子大个永皇和三个永章 却对这位皇后的死表现的不够哀痛 乾隆皇帝也是严厉的殉职了他们 并且也是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 这怎么说呢 也是明确的说了 剥夺此二子的继承资格 在跨过了二道门之后 我们能看到这就是王府的二禁院 这个二禁院让我比较眼前一亮的演示 这里面的丝大乱剑基本上是没有 整体这曾经四合院的格局 是一目了然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让人们看起来也是十分的清晰明了 包括这二禁院的大北房 东西二房以及东西乡房等等 在200多年过去了 虽然稍显陈旧 但是总体的这个格局和布局都还在 这边这个硬山顶的五间正房 依然显示十分的气派 也有曾经这个王府多偶的霸气 就是正中间的这个大门 显得有一些的不合群 行 我们现在先从这个二禁院出去 在一禁院的东边有一个夹道 是可以直通后院 这两侧的墙壁是给人一种不寻常的感觉 仿佛我们就置身在200多年前的王府一样 在千龙25年永章病逝 当时他才26岁 去世之后 他才被追封为了多罗寻郡王 他这一脉由于长子过早夭折 无人继承 直到他去世之后的16年 也就是千龙41年 过继了成亲王永兴的儿子 绵义为四子 这绵义也就接替了永章的宅子 成为了第二代的寻郡王 那么由于这个寻郡王的关系 他不是一个世袭网替的爵位 所以绵义是被封为了贝勒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这寻郡王府 是按照贝勒府的级别来修建的原因了 我们现在所叫的这个名字 是郡王府 其实实际上 这是贝勒府的形式 但是不得不说 这里面的空间真的是很大 刚才我们看到的 应该是属于这个王府的四景院 在两侧是建了几座小房 然后现在我们绕过了四景院 再往后面走 这个自建房就逐渐多了起来 这王府的味道 也是慢慢的被现代的味道所侵蚀 但是这里面曾经王府的这个占地面积 真的是非常的大 这里面继续往北走 还有再往西侧走的话 基本上是以前曾经王府的花园 而这老王府的花园的样子 已经荡然无存 好了 走到这儿啊 我们就往回走吧 走了这么半天 没有看到王府的三景院 我们再回去找一下 这里面现在也是非常的安静 在现在我的左侧有一个小门 刚才我们通过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通过这个小门啊 就可以走进三景院 这三景院整体给人的感觉 要比二景院宽一些 这个正房啊 是有七间 那么东西配房是各有三间 跟二景院差不多 这个三景院内啊 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四大乱见 整个小院也是显得十分的温馨 好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从三景院出去了 这边是三景院的回廊 目前回廊的一部分 也被封成了房间 基本上这个王府的大体 就在大家转完了 西竹这位曾经的主人 永章的一生是足够的短暂 因为对皇后的死不过哀痛 基本是剥夺了她的继承资格 年级26岁就英年早逝 在去世之后才被追踪为多罗勋郡王 而她去世之后呢 她也是与定安亲王永皇 以及咱们比较熟悉的 荣纯亲王永齐 同葬在了定亲王的原亲 如今来到这里 感受了周德王府 两百年之后的风貌 也从周德王府当中 了解了这位多罗勋郡王的一生 我想这就是历史 以及这些古建筑 所带给人们 它那独有的魅力吧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点赞加关注 那咱们下期的澳洲之旅 再见吧